送擠穿包尾領事 明將留言何戰書 開茶几 蒲書店 熄調 不過我們最期待的肯定是 我們歡迎夏千福總領事 光臨我們位於西九屋中心的分店 更期待他能夠和廣大香港食家 以欺凌與關聯結拜 嘩,明將這麼大膽挑機 搞欺凌與外交 堅力留 不過他挑機 那隻珍珠都沒那麼真 新來新豬肉 更是整個夏馬威 星期二他和千福BB 在駐港特派公廠會面 嘩,離開他們 站到離航離 比起之前那些 又新貼身 又變新送禮琴 這樣都未算穿 說的新聞稿很精彩 戰制發展問題 使用廣內部事務 怪國政府和官員 不應監視 插手 和干預香港事務 還說他們 不要以任何藉口 做和身份不符的活動 可好有火藥味感 千福BB 就採理有味 走去看神功戲 美帝領事館還說 對香港的政策不太變 還希望香港真的可以落實 17年特首 和20年立法會真普選 那樣說 夫子就說 鬆枝金強硬 都是預料的 相信日後都會風浪不絕 那如果中國 只是懂得硬朝硬馬 而不懂得剛柔並濟的話 就很可能 是會被夏千福 是所謂吃著那個勢來上 那變了 到最後 中國希望教育香港人 不要聽美國之嘴 但是很可能 都會令到不少人 是越來越認同 有美國的支持 很可能是其中一條出路了 馬田還說 真正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 其實是在不斷撕裂 香港的中央和CY政府 其實夏千福 跪為美低重量級外交官 未上任已經有左派招呼他 說他搞顏色革命 但人家外交手腕一流 跟我說 宋子不如學一下人 下客區 再加他名張 吃下紅豆棍欄吧